去年12月,腾讯700以每股1.9088元私有化逆音集团,2858。市值114亿元。私有化截止后三个月。逆音爆上私有化作价的两倍以上。然后回落。上月最低1.53元。现价1.75元。 达年初高价大跌56%。上车此其时。去年4月9日。困难于1.21元占买逆音。目标2元。 结果今年初高见3.95元。爆升226%。远远超标。一逆音现时的大股东为腾讯。占55.4%。京东9618。 占16.9%。Hammer Capital。占8%。三大股东供持80.3%。其余街货市值约23亿元。 2.逆音在国内经营汽车互联网交易平台。及自营汽车融资业务。2020年12月年结。营收33.25亿元人币。大涉14.98亿元人币。 今年上半年。逆音营收14.16亿元人币。按年下跌13%,亏损1.35亿元。 较去年同期亏损13.72亿元人币。大有改善。以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。 则有经调整顺利0.72亿元人币。 远勝去年同期亏损8.71亿元人币。 经调整顺利。只不计非现金项目及受特殊事件影响的顺利。 山小潑号。3.短期内。 逆音即使有P可计。都市倍数颇高。 由资产值着眼。质熟十分吸引。 逆音现时PB近0.65倍。 只及当年IPO价PB3.7倍的百分之十八。 知名度高的科网股。PB无一不是以数倍计的。 美团369013.2倍。 快手10245.9倍。 腾讯5.6倍。 网易99994.9倍。 京东4.5倍。 阿里巴巴99883.2倍。 4.逆音时新经济股。 2017年上市。IPO价7.7元。 挂牌后最高10.18元。 现价潜水八成。 国内互联网汽车零售市场浩瀚。 逆音有超强势大股东帮扶。 潜力极大。 现价1.75元。 以PB1倍为目标。 可见2.7元。 潜在升幅54%。 同长家影年初至今。 特部国际。1368。 市值380亿元。 爆升273。 今年预测P高达36倍。 PB高达3.9倍。 361到1361。 市值84亿元。 去年12月6日于1.08元占买。 标高275。 今年预测P上到12倍。 PB接近1倍。 次线运动用品股中国动向3818。 市值58亿元。 年初至今只升24%。 去年赚18.1亿元人币。 激增3.8倍。 凭投资收益大升。 往直P低至2.6倍。 今年主业复苏。 投资收益质料难维持。 集团盈利预测到退四成。 即使如此。 P盈不过4.3倍。 PB0.38倍。 教同业折让大到无论。 而且。 手头又有金融资产90亿元人币及净现金19.2亿元人币。 加起来双等于公司市值2.3倍。 有可能维持旧息。 年特息计。 高息逾13厘。 中动向现价0.98元。 目标1.8元。 潜在升幅84%。 折合PB不过0.7倍。 指示特报的18%。 9月2日。 一年来第14次战买二大中。 1733。 市值29亿元。 同时将目标价由1元调升至1.2元。 战买前0.65元。 上周五收0.97元。 7个交易日标升49%。 斩边楼边之期近以。 救料重温,以目标1.2元计。 今年P不过3倍。 PB0.68倍。